老头半夜起来上厕所 可突然一阵黑风刮过 总感觉背后有什么东西 等一转头 竟发现站了个一模一样的自己 原来在这片沙漠里生长的异兽 他们不仅会模仿人 而且学得还特别的小 如果你被吓到了 那双生子就会非常高兴 反之则会十分难过 认为是自己学艺不精 别看这东西长得诡异 但却没什么坏心思 主要就是喜欢吓人为乐 听到老金这么说 西姐这才想起刚才看见的昌东 同样是行为古怪 想必也是双生子变化成的 但对于这东西从何而来 就连作为方式的老金也不清楚 不过唯一确定的是 他们昨晚碰到的双生子 绝对是被人驯化过的 因为老金在听到一声哨响后 这东西立马就飞回到了主人身边 可根据老金的了解 关内除了能驯化异兽的方式 剩下的也就只有歇眼的人了 所以那个男人是歇眼的人 随后在老金的讲述下 众人这才明白过来 原来关内有一伙乱党俗称歇眼 他们不仅能驯化一手 还能养出巨型歇子 并且他们的手里 经常会在眼角画歇子作为标记 听到老金这么说 昌东也是瞬间起了疑心 因为早在静观之前 西姐就经常在眼角画歇子 难不成她也是歇眼的人 可如果真是这样 那西姐作为歇眼的手里 早就该被认出来才对啊 还没等昌东搞清楚 隔天他们就碰到了更大的麻烦 一个男人借着问路的机会 突然掏出匕首 好在昌东眼疾手快 这才避开致命一击 可还没等众人缓口气 紧接着 窗外就爬进了一只蝎子 西姐刚想用刀砍死 可这东西表皮坚硬 根本伤害不了对方分毫 没办法 西姐只能徒手抓住歇尾 昌东则看准时机 一枪打爆了眼前的巨蟹 然而队伍里的小柳 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他刚才在和男人打斗时 由于不小心 被对方一刀插进了脑袋 只不过此时的众人 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 还以为小柳是头上长脚了 头上 长脚了 什么脚 听着朋友们这么说 小柳一时间也是摸不着头脑 只是觉得脑袋有点漏风 等他走向车窗时 这才从玻璃中发现 自己头上插着的那把钢刀 小柳 快 不打上车 别打 众人来不及思考 赶紧带着小柳前往医院 可问题是 在这一望无际的沙漠里 他们真能找到医院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